我看到巴菲特说他很担心严重的通胀来临 如果严重的通胀的话 我们的散户其实很害怕 你不懂投资分分都涉及很多 我想看看你有什么建议 通胀就无可避免了 其实如果严重的通胀出现 一定是因为企业不停升 美元其实就是一个基础 我们在香港港元和美元挂钩 如果配置一些资产类别是在一些 那就可以降低了这个风险 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 欢迎大家收看《威言大意》 因为五一假期我从深圳来到中山 在中山家做节目 今天我继续访问Erica 应该是两个月前我访问过她 我第一次访问她 其实通常人们不会这么快习惯的 结果我看下面的留言 每个人都赚她 觉得说话清晰 而且尤其是她对散户很有帮助 什么时候买多少位 是应该跌多少才买 很精彩的 所以今天我再请到Erica上来 和大家说一下市况 欢迎你Erica 大家好 威威好 OK Erica其实我们今天录影是星期一 好像两天之内港股都跌了几百千点 如果是跌得最多的时候 我想不想先问市况 首先我看到巴菲特不是股东大会 很多人都说的 我看到巴菲特就说 他很担心严重的通胀来临 你怎么看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不要说股市 如果严重的通胀 我们的散户其实很害怕 你只不懂投资 分分说是负了很多 我想看看你有什么建议 好的 我的看法就是通胀一定会有的 首先疫情发生之后 有一些厂房或设施是真的关闭了 现在虽然说有疫苗 但始终也未说已经完结了疫情 去到真的未升 暂时就未遲 所以通胀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自己就未至于这么担心 去到一个超级货 很严重的通胀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一直都在说 需要供给供给供给供需求 我相信是因为现在已经经济开始复苏 需求开始回升 但是有一些设施 这些产房都还未完全回复到之前疫情前的产能 所以短期内应该会有个瓶颈在 比如一些运费或者一些资源价格 简单说油价上年最极端的情况 大家预计油价会跌到负货 现在油价比最低位其实也反弹了一成 通胀就无可避免了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一些 一些价格货 一些价格货 譬如加指 澳指 其实都涨了不少 但是其实你说去到很担心 在说真的譬如一些好像委内税 在这些国家 超级货 我相信是不会出现 因为如果说疫情真的完结了 大家都可以去旅行 出回来 那些厂房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产能 其实供给产品也会出现 其实也是一个自由市场 我相信中间一些交易期间 会在一个短期性 多于一个长期性的市场 嗯 你自己在投资方面有什么意义 嗯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帮客户 在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平台做投资 是一些高阵镜客户 本身的资金规模比较大 所以那个diversification做得比较好 所以里面一定会包括譬如不同 currency 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资产 譬如举个例子 就算说刚才提过的澳市升了很多 其实澳洲也会有一些东西可以配置到 譬如有一些房地产信托基金等等 这些会有一些passive income 即是被动收入 亦可以diversify currency risk 因为刚才提到通胀的问题 其实如果严重的通胀出现 一定是因为commodity不停升 美元其实是一个base currency 我们在香港港元和美元挂钩 如果我们所有投资都是投资在港元的产品 那我们变成了一定无可避免被动地 是会被通胀影响动的 那如果配置一些资产类别 是在一些 currency 受惠到这个commodity 或者signable上升的趋势 那就可以降低了这个风险了 明白 就是你很着重是散活都有分散风险 不是只是买几只股票 就叫分散风险 不过其实我想一会儿 第二就是说一下 究竟有什么提示 如果是分散风险 就说是有什么投资 不过在这里我首先想在上集 说一下散户的投资的心态 或者是怎么学习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给他一条鱼吃 不如你教他怎么钓鱼更好 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觉得 其实你也很年轻 我也想 那你最开始 那你最开始是学投资的话 你是怎么学法的 有没有心得分享一下和大家 其实最开始就是自己去买股票 当时也读CFA 那里面也学了三个level 有不同的课程 学了很多一些基本分析 或者是怎么看公司 各样东西 自己本身对于投资也很有兴趣 所以其实在读书的期间 我也经常看年报 那慢慢的兴趣也出来了 那看下看下就会熟悉了 就了解了很多不同行业 不同公司的东西 其实如果是CFA的话 是很专业的 一般来说 譬如我们很多人是大学毕业的 即使我不打算去做finance 这一行 我不是读这些科目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容易考到 因为其实基本上很难 因为它分三个level 其实难定义 我觉得是因为是看你懂不懂 懂不懂就看你有没有读 有没有读就是看你对那样东西有没有心 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真的有心有兴趣读 我也不会觉得努力读是会读不到 这样 嗯嗯 所以你觉得起码是 譬如你即使不想去finance 这一行 你也可以通过CFA这些考试 对这些finance有基本的认识 你刚才有提到年报 年报容易看吗 那些省会有什么贴士看年报 其实年报一般大家的看法 就会觉得我看那间公司的年报 就是想了解那间公司 我自己通常除了想了解那间公司 我其实是想了解那个行业的 甚至乎我试过看 例如可能在银行的年报里面 看看哪个行业的坏账多了 或者好了 那自己再从那里拿一些想法 去看看哪个行业究竟是正好 还是正在衰退 那另外看一些可能比较龙头的公司 再比较一些小的公司 看看他们的趋势 那看整个行业 以为我只是对那间公司有兴趣 而去看它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说股票 股票的价值其实是什么时候是贵 什么时候是便宜 我通常会比较两样东西 一样就是比较他的同业 那究竟他贵还是便宜 另外也会比较自己过去 一直以来大家给他的股票是多少 那现在就在交易是在历史中高位 还是低位 那如果真的在历史中的高位 或者低位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结构性改变了 去支持这件事 如果没有的 那可能会是一个信号 嗯 你自己做finance这个行业 怎样帮助你更加了解整个行业的分析 嗯 其实因为我自己过去十多年在finance这个行业 也有接触到不少的机构投资者 我自己过去看一些公司的行业 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 就不是说纯粹看年报的分析行业是怎样的 是我最喜欢就是听一些业绩会的Q&A 因为大家的Q&A 会令到自己夹到一个sense 究竟投资者是重视那间公司的什么 比如有一些行业有些公司 大家可能最重视它的top line 就是它的收入的growth 但是有一些公司可能大家不最重视它的top line 因为可能它去到一个saturate的位置 可能去到大家觉得已经不会再大幅增长了 可能就会看它的margin 所以其实听很多不同投资者的Q&A 你会得到一个sense 究竟这个行业和这间公司 大家在乎它什么 所以有时大家会看到 有些公司出了的业绩看起来好像很好 盈利可能增长了一倍 但是为什么出来会跌呢 可能原来大家的重点 不是在它的bottom line 不是在它的盈利上升并跌 是看着它还是一个高增长的周期 是看着它的top line的growth 但是反过来 有一些公司可能已经去到一个saturate的位置 可能大家在看 不是看它top line的growth 是看它的margin是否在增加 它的market leader 那个地位是否在狂张 使它可以加价 所以不同行业 不同公司就很难有一本天书 但是你继续下去的一些经验 你就会知道这间公司出来的业绩 投资者的反应会是如何 因为其实股价都是demand and supply 股价其实它应该升还是应该跌 就是究竟大家大众在参与这只股票的人 是怎么看这间公司 如果大众在参与的人 是认为它的业绩是好的 买的人会多于买的人 那就会升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就不是单纯是自己喜不喜欢这间公司 或者自己看不喜欢这间公司 是应该要了解大众的投资者 会否喜欢这间公司 所以我会觉得 了解其他人 怎么看这间公司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纯粹自己用自己专业的方式 去觉得这间公司好还是不好 那我们散户很难去联业的开会 来听你们联业的问问题 那去到股东大会 买一手股票去股东大会 你觉得有帮助吗 嗯 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一定有帮助 但是当然威威你说得很对 那如果散户可能我本身也有份正职 不是做金融业的 我可能每次业出会都放这么多时间去听 那如果真的从纸上看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真的比较多些去同行业 那同行业就不只是比较 譬如香港 那你可以比较一些 global 的行业 那你会看到这一类型的公司 可能去到哪个位的增长就会停满 或者这一类型的公司去到哪个位的margin 是已经开始不能再增加了 那这里会给到你很多的消息 一些的看法 你会知道究竟这间公司 那个质量的增长 会是它的销售额 还是它未来可以加价 那你看到 譬如举个例 一个当是卖饮品的行业 举个例 它的margin是20% 那如果它已经去到20%这个位 你就会想到究竟它有没有能力 它还能加多很多呢 要不它有一个很出名的brand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很低的成本的厂房 如果不是 就应该可能已经是 差不多去到最最级的位置了 嗯 你刚才提到 你经常会听到其他投资者 你如何问公司 或者管理层来学习 或者买入的那些名单 就是有些经常省委 善我的大行报告 很差的 你如何看大行报告 是一定会看的 不过你说会不会真的跟着呢 那就未必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不会说 是不是差还是好 因为我会觉得看的意思是 因为我知道 也有很多机构投资者 会看这些大行报告 所以大家都要了解到 其实香港市场始终来说 机构投资者的参与都是不少的 所以一定要理解到 究竟机构投资者会怎么看这间公司 从而里面可能是拿一些想法出来 然后自己再去做一些分析 我通常就喜欢比较一些 各国的公司 那就看看这些margin的位置 究竟正不正常 能否维持到 那这个销售额的增长 究竟可以维持 高增长维持到多少年 会做这些比较多些 明白 那你是做家庭投资 就是帮家庭投资 通常是超贵的 很有钱的人找你 但是也有些 我访问了很多都是对冲基金经理的 那都是帮一些 比较有钱的人去投资 究竟两者的分别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将来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将来做hash fund 有些比如我之前访问 有些猛人的 他说我喜欢做家庭投资 有些说喜欢做hash fund 那两者分别是哪里 其实hash fund 对冲基金 最主要是 资产类别的其中一种 其实我自己本身 就是帮一些高资产 的客户 去做一些投资 对冲基金 除了基金之外 会有其他不同的资产类 例如债券 结构性产品 基金等等 各样东西都有做的 或者甚至乎一些 forest 就会涵盖多些不同的资产类 所以对冲基金 会是其中 投资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但是我相信 highlight worth 就不会将 100%的身家 去投资全部 在对冲基金 因为始终 这样就会 违背了做diversification 在高资产静静静客户里面 diversification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投资金额 比较大 每动1% 5% 的金额可以是比较大 所以其实我相信 没有什么超级highlight worth 是会将所有的钱 去摆入一种产品 明白 其实ERICA在整个访问 不停建议 散户应该是分散风险 跟有钱的人是一样的 不过我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100万不是有10亿 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留待下一节 再问ERICA